第五篇我们就来到 带尽神的果 这一部分 篇题我们同生宣祖来 神的果 做神圣生命的国 为着神永远的行政 第一大点我们在同生宣祖来 主经日行动的方向 是要带尽神的果 做神圣生命的国 为着神永远的行政 然后一到神的果 我们首先需要认识 祂有祂一般的掌权 就这一面的意义来说 神是借着祂的权力 借着祂的能力来管理 管制祂一切的造物 这是神一般的掌权 但是神也有祂特别的掌权 是在生命上的掌权 关键话说就这一面 神如何掌权呢 是借着祂自己做生命 所以我们可以说 就这一面的意义来说 当新约时代来临的时候 神的国就冲祂的一般的掌权 转为祂在生命上特别的掌权 所以无论是偏题 无论是第一大点 你会发现有一个词 叫做神圣生命的扩展 不然就要说 我们来论到神的国 就着祂特别这一面的掌权来说 是以祂自己做生命 在我们的里面来扩展 好使神能够得着并带进祂的国 为着神永远的行政 所以我们需要仰望主 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借着神那一个纯正的话语 使我们对神的国有正确的认识 不仅如此我们还要仰望正实际的灵 引导我们进入活在国度的实际灵 这就是今天你我在祖楼恢复里所该有的认识和托付 好我们来到第一终点 来一起读来 神的国实际上就是基督之心 来到我们时代 活动中之下来幸福一面 好如果认识神的国 就着主观经历这一面的定义来说 就是这句话 实际上就是谁啊 基督自己这活的人物 还不光如此 请注意后面 他说在赵会时代如同种子撒在信徒里面 如果你去读马可福音第四章那里 神的国用撒种的比喻 使我们来认识到底什么是神的国 那么跟撒种或者神的国 跟种子撒种有关的比喻有三个 第一个是以火要认识撒种者是谁 撒种者就是这位基督之子 第二要撒的种子是什么 种子就是神的话 换句话说一切跟神的国有关的 都蕴含在神的话里面 所以难怪主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 我们后面会看到 他说他必须要向别城传神的国为福音 换句话说他去传牙 但是却是传神的国为福音 使徒们也是照着主耶稣的榜样 甚至主在死而复活生天之前 有四十天之久 与门徒同战 做什么呢 讲论神国的事 那在使徒行传第八章第十二节 斐力他也是传神的国和耶稣基督之名的福音 保罗呢在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八节 当他进了会堂的时候 他是在那里放胆讲说一年三个月之久 在那里对于神国的事与人辩论 并且劝服人 甚至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末了第十八章 那里讲到保罗在罗马也租了房子 在那里租了足足两年之久 做什么呢 欢迎一些前来所谓的见他的人 前来放胆宣扬神的国 并教导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事毫无阻安 观察说你会发现 从主耶稣以及使徒们的榜样 都在那里传扬神了呢 传扬神的话是论到国度的福音 那么第三个是我们需要知道 跟神的国在撒走这个比喻 除了第一撒种者 第二种子 第三还需要注意是土壤的问题 什么土壤呢 土壤就是我们这一班有成土所造的人 我们人被造就是要来接受种子 这样使我们这一班被造的人才有意义 对不对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种子 撒在一般的看着天的土地 那是很容易的 但是神的话作为种子 要撒到我们这一班活的人里面 是有问题的 是 这两个主要的问题 第一我们的灵 第二我们的心 所以难怪神的话告诉我们 你我接受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的灵要贫穷 但是不是有一个贫穷的灵 而是灵你是道通的 是里面是预备好要来接受种子的 第二我们的心你要清洁的 所谓的清心的人有福良 意思就是说你我的心动机存心 是单一单单要神自己的 当我们有这样的灵有这样的心 我们就预备好能够接受活动的种子 能够撒到我们的里面 当他进到我们的里面 他还要在我们里面来生长 当他生长的时候 其实他这一位活动的种子做生命 就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扩展他自己 神的国就因着这样能够得着扩增 这就是国度的生长 也就是国度逐渐的在我们里面 主观的里面的来临 这就是第一终点我们所要认识的 再来第二终点 神的国在基督的扩增中扩展 成为那扩大要来的国 就是主回来时所要带来的 有一个词有没有把它画起来 基督的扩增 就刚刚提到的神的国 它需要扩展是有路的 这条路就是什么呢 基督的扩增 神的国要如何扩展呢 是需要在基督这活的原位 扩展中得出扩增的 或者说在基督扩增中 神的国就有路能够得出扩展 这也是在我们原文里面 好那么第一小点 这由石头 就是基督成为一座大山 千年国史的国度所表征 如《丹领》二章三十四 至三十五节所启示 现在给我们这里的石头 不光是个人的基督 还帮帮我们作为团体的基督 那一天要来成为一座大山 意思就是你我光看见主回来 你我应该有一种羡慕 主啊那日我能够与你一同来 就像这一块石头 团体的基督要砸在大人像的脚上 以至于整个大人像 都能被砸得粉碎 如同夏天和场上的康平 背风吹散无数可循 如此这座大石头 就要成为大山充满天下 这就是我神和基督的族 好我们翻到第二小点 翻过来 好至终 来一起读 神学着佛道外教 和阿强朝时在全新建计 主持人的永遠的行政 阿神神在基督裡永遠的經倫 佛神在永遠裡終於完整的待遇行政 在永世裡的新耶路撒冷有神的寶座在那裡 為著神永遠的行政完成神的經倫 再來我們來看第二大點 神的國就是救主基督自己 那麼特別在這裡提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節 那事實上還有二十節 二十節當法利善人來找主耶穌來使用有關神國的事 主耶穌就告訴他們說 神的國的來道不是觀察得到的 這個意思就是說活動它是屬靈的 它不是物質的 不是我們用天然的能力能夠觀察得到的 事實上你如果去讀路加福音十七章整章啊 你就會發現特別它論到神的國乃是這位救主 在幾方面的這個來臨 第一是在十七章的二十一節到二十二節 在它第一次的來臨裡 救主在它第一次的來臨裡 這就是神的國 再來第二段是在二十一節到二十三節到三十節 是救主在它第二次的來臨裡 神的國也是在那裡 還有第三是在三十一節到三十六節 是這位救主在它得上信主的背體裡 神的國也在那裡 還有第四就是末了三十七節 在它毀滅敵基督以恢復權力 使它可以在地上能夠來掌權 在這件事裡神的國也在那裡 換句話說整章 從二十一節到三十七節 就在論道 神的國不是你我能夠天然的想法 觀念能力所能觀察得到的 它是一件屬於奧運的事情 所以第一重點告訴我們說 救主在哪裡哪裡救神的國 因為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一節 明明主在那裡對這班法律善人說 神的國就在你們中間 觀念要說救主耶穌在那裡 那裡救神的國 事實上我們知道 整體馬太福音 是輪到一節國度的書對不對 但是馬太福音其實也是講到 以馬內力的書 證明在哪裡第一 一章二十三節 主的名稱為 以馬內力 第二 十八章二十節 那裡說 有兩三個人在主的名女具體 他就 與他們 同戰 或者他就在他們中間 第三 二十八章 一樣二十節 主天天與我們同戰 直到這世代的終結 觀念要說 馬太福音講到國度 而這個國度的實際一點不差 就是這位王的同戰 換句話說 這位君王救主在哪裡 國度就在那裡 到第二終點 神的國與救主同戰 他將神的國帶給他的門徒 然後第三終點 中間我們一起讀來 神的國 神的國 使神在法實實的生命 能再集中長全 好這就是 作為神的國 再主觀一面 內在一面 經歷一面的定義 神的國就是這位救主做 生命的種子 灑到我們的裡面 而 漸漸的發展為一個範圍 就是神的國 好使神能夠在他的生命裡 再集中長全 所以第一小點 有入門 神國的入門是什麼呢 重生 還要發展 神國的發展是什麼呢 信徒在神聖生命裡的發展 萬聚要說 當我們重生的時候 寶座 神的寶座 神的掌權 其實就是隨著神的生命 進到我們的裡面 你看 我們是不是基督徒生活 可以這樣的見證 當我們一得救的時候 我們裡面多了一位 活的人會在我們裡面來管我們 而且我們生越長大 我們就能夠越順服他的管理 好 第二小點 基督復活以後 就在他的信徒裡面 因此 好 後面請讀來 神的國今天就在照明 神的國不是要來 雖然我們常常讀到 比如說像馬太福音 主教道 我們要這樣祷告 願你的國來臨 對不對 但是那是只客觀的一面 當然今天主觀的一面神的國 就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今天在照會裡 因為這位基督作為國度的種子 就在我們的裡面 我們這幫人就是照會 所以當然 作為神的國的這位基督 當然就在照會裡 所以後面才說 神的國今天就在照會裡 所以第三小點 我們才能說神的國乃是 是照會生活 是中性的信徒在其中 生活的 並要發展為什麼呢 要來的國度 作為得勝聖徒在千年國裡 所承受的賞賜 所以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們如果可以去照會訪問 對不對 我們不光能夠看見 照會很多的聚會 或者所謂幸福 在照會中很多的活動 不 你我來訪問的時候 我又是去訪問 或者被訪問 真是要讓你看見 神的國就在這裡 神的賞錢 就在我們所在地 這就是神的國乃是照會生活 好 第四 之中 神的國要完成於新耶路撒冷 做神永遠的國 就是神永遠生命至永遠不正的 永遠範圍 在新年新地裡 給神所有的屬民享受 直到永遠 好 第五小點來一起讀 神永遠的國 神的國 也是 耶穌當中 一好信息 所才要給你 神的生命得最是 德國 兄姊妹 你我既然 能夠認識了 神的國 你我也 活在其中 神的國的實際 就是照會生活 那你我應該有一種的託付 有一種的使命 就像主耶穌在這裡 把國度當作福音 當作好信息 傳揚給 與神生命得絕的人 對 現在牛姊妹 那你我需要做什麼呢 我們需要請來與主配合 傳揚國度的福音 對 不僅能夠把人 帶到法女的救贖 與神和好 同神稱異 這個境界 我們還需要把人 帶到神的生命裡 對 使他們能夠得作重生 而進入國度的實際 對 基督教傳入中國的時候 或許許多東方的國家 他們都把基督教 當作西方的文明 或是西方的宗教 同時被引進 所以福音就纏得很辛苦 很多人 只是認為他改夢 新基督教 他並不知道 哈蘭市 這個信仰 是把我們帶進一個國度 所以神的國 我們必須有一個清楚的認識 神的國 是來做神聖生命的擴展 當然是為這樣 來完成神永遠的行政 所以弟兄姊妹們 我覺得這個信息 每一篇 都重新把我們調整我們的方向 我們今天 是要把你 從這個 像是科羅西書 一章三節說 他救我們 是要我們脫離這些天安的前世的問題 把我們 遷入愛子的國度 是國度的問題 像地上的淫泥一樣 是國度的問題 你遷到美國 那就是到美國這個國度 我們是從撒旦的國度裡面 被遷到哪裡 愛子的國 國度裡面最重要的是什麼 生命問題 所以 猶太人 尼克蒂姆來問主耶穌 怎麼進神的國 那個回答 我們幾天 我也讀不太懂 喔 原來是國度 是生命的問題 所以你要進一個國 神的國 你必須要什麼 往重生 感謝藏連主 所以 這裡面 從他神苦的入門 重生開始 發展 就是我們 生命的長大 當我們長大的時候 感謝藏連主 我們這一些 弟兄姊妹們 在中間 生活 並發展 為要來的國度 這裡說 眾得勝聖土 在千年國裡 所承受的賞識 所以我們一開始 所以我們一開始 讀阿聖經 魯馬太福音 前面開始啊 就收到 國度獻華的頒布 感謝藏連主 所以一系列 收到 國度 它的初期的發展 哦 就是一粒種子 在我們裡面 國度的種子 主 祂就是那個殺種者 一步一步 當然啊 我們這幾位信心 彼此都有相關 因為說到 好像我們有三個方向 不是 祂是只有一個方向 當然我們說到哪三方面呢 要見到 基督的身體 啊 心腹的一倍 還有 耐盡 你要知道 那一個國度的喜宴 是誰來參加 就是 心腹一倍好了 感謝藏連主 所以啊 這裡說 我們 需要看見 國度 與兆會 之間的關係 他說 聖經啊 首先成名的是國度 然後才成名兆會 國度出現 產生兆會 因為主在地上行走 因為主在地上行走 好 到處 就是 宣揚 國度的福音 感謝藏連主 感謝藏連主 那麼 說到 神的生命 就是 神的國度 國度 國度 是生命的問題 不是文明 也不是宗教 神聖的生命 就是國度 這個生命啊 來產生 是神的國 是神的國 前面更說 人若不從生 就不能去見神的國 不管你是見神的國 或是你見神的國 都是什麼 要從生 要從 誰 何以生的 阿們 感謝藏連主 這裡更說到 國度 乃是生命的範圍 是讓生命 行動 奏公 掌田 管制 使生命能達到其目的 那麼這個範圍 就是國度 我不知道 弟兄姊妹 你的領會怎麼樣 我每次啊 到美國啊 有時候看到 經過那個大的那個賣庭 他就是賣的國度 你看那整個 那個真是漂亮 全部都是啊 可能 你不知道那是什麼東西 好像啊 道指一樣 哇 哇一片的 平平的 一望無際 今天啊 這個生命 國度生命的種子 就灑在這裡 有一天啊 我們這些人啊 因著他在我們裡面 生命的長大 成熟 我們都要 以他必相必消 有一天你啊 這個國度裡面啊 哇 我們這些弟兄姊妹們啊 哎呀 感謝藏連主 你就可以領會 那一種 什麼叫做國度 感謝藏連主 所以他完全啊 是在這裡 生命的行動 做工 掌錢管事的問題 今天啊 若是在撒旦的國度裡面啊 我們當然啊 就在他的管子之下 我們還沒有得救之前 就是在另外一個國度 福音 帶進神聖的生命 所以這生命有其範圍 這個範圍就是國度 神聖生命同其範圍 產生了紹慧 他這裡 引用提摩太后書一章十幾 他說 但如今 藉著我們救主 基督耶穌的顯現 才顯明出來 他已經把死毀掉了 藉著福音 將生命和不朽患照押出來 我們第一要說到 神聖的生命就是神的國度 接著要說 國度是造會的時機 因此 我們擬了國度的生命 就不能夠造回神 這個我們必須要更清楚 所以我們今天過的造會生活 是因著 我們有國度的生命 是啊 有這一個國度的種子 就讓我們裡面 開始生長 開始在那邊引力 長大成熟 所以不是 我們學習一個什麼 哎呀我們啊 改信一個什麼宗教 乃是生命的問題 對 國度 才是造會的時機 他說啊 諸天之國的時機 乃是造會生活的內容 對 沒有國度的時機呢 造會就是空洞了 對 因著 國度的生命 產生了造會生活 所以 當我們團體的在國度裡 生命裡生活 我們自然 要救過造會生活 對 對 對 這個很重要 這個關係就是什麼 沒有國度 意思就是說 我們造會生活 也沒有造會 也沒有造會 就是有的造會生活 也是一個虛空的 是空洞的 不實際的 沒有國度做造會的實際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不只它是空洞 還不能被建造 所以今天我們在地上 可以看見 這個行動方向目標 是必須 也是要更清楚的 做到我們裡面 如果是沒有 你看那個建造就是什麼 只留下 這一些啊 我常說的 空洞的建築物 或是啊 個龐大的建築物 那以後 人家來評調 觀光客 瀏覽的地方 所以 造會 是藉著 國度的錢餅來產生的 國度的鑰匙啊 是賜給 是為使造會能夠被建造的 所以很引用阿太文 18章18節說 我是在告訴你們 把你們在地上 所捆綁的 必在諸天之上 已經捆綁了 黃你們在地上釋放的 也必要在 諸天之上 已經釋放了 耶和23節說 你們勝利誰的罪 誰的罪就勝利 你們留下誰的罪 誰的罪就留下 你看 造會 擁有國度所賜給的 全民 所以真正的造會 什麼才是真正的造會啊 就是 君是神的國 我們大家一起說一下好不好 真正的造會 就是君是神的國 今天聖徒 聖徒 信徒們 乃是造會中 夠 國度的聖徒 所以 絕初每次說到造會的時候 都是將造會 連你國度 這指明 國度跟造會 不只是和而很密切的關係啊 就是有密切的關係啊 所以啊 有幾句我們常 清楚的經警 他說 我還要告訴你 你是你的 怎麼樣 我要將我的造會 建造在這磐石上 陰間的能不能勝過他 他還要把祝福天子 或的鑰石 給他 所以啊 他在庭上昆綁的 在天上的鑰石 他所釋放的 在天上的鑰石 Amen 那麼在作為國度的造會裡面 我們乃是在國度的 什麼 掌權 管制 管教 和操練之下 那麼 在作為國度的造會 就是我們今天 我們都在這個造會生活裡 一方面說 我們有什麼 有國度的掌權 有管制 管教 和操練 我們不要以為 你是在地上的造會 跟人家一樣 我們今天整個規模 我們很清楚 今天 這個造會 國度就是這個造會裡面的時計 當然啦 你如果知道它是這個時計 我們也在這個時計裡 有 國度的掌權 有國度的管制 有國度的管教 和操練 Amen Amen 我們是在神聖三一分寺下的人 需要在造會中 過國度的生活 Amen Amen 在神聖的生命裡 長大 並發展 Amen Amen 在神聖三一神 將它自己分屍給我們 他的書公 在這裡的分屍 就是要為 叫我們能夠長大 還不只這樣 還要成熟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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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這個在神聖生命裡的長大 發展 是我們達到成熟的階段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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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照會才能說 帶進國度 Amen Amen 因為照會的工作 就是要把 神的國 帶進來 Amen 大家 這一個讀一下好不好 照會 帶進國度 Amen 照會的工作 就是把神的國 帶進來 Amen 照會的工作 就是把 神的國 帶進來 Amen Amen 因為生命產生照會 Amen 照會的產生 乃是為了 帶進國度 Amen 這個要清楚喔 Amen 照會的產生 是為了帶進國度的 Amen Amen 照會啊 在地上的工作 就是要把神的國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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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照會的工作 都是受神國原則的管制 Amen Amen 照會要負責 將天上的旨意 帶到地上 Amen 並要負責 將天上的旨意 施行在地上 Amen Amen 因為 反實行 主在諸天之上 主在諸天之上 護子役的 Amen 主說 我們就是他的弟兄 Amen 子妹和母親 Amen Amen 最後一點 說到 照會 照會 應當祷告 以帶進神的國 Amen 今天我們在地上 照會 他就有一個責任 有一個託戶 我們要 祷告 祷告 帶進神的國 Amen 沒有祷告 國度就不能來臨 Amen Amen 照會 必須做天的出口 Amen 讓天的前秘 彰顯在地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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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實的禱告 乃是 以神同工 Amen 將他的國 帶到地上 Amen 並將他的旨意 實行在地上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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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